我们可以再举一个史观的例子 比如在齐国 这个事情从时间上它发生的晚一点 但是这个不能单看时间 应该看社会发展的情况 我们知道晋国他是在整个春秋时期在争霸的时候 他始终是占着霸主的这种地位 他的社会发展快 可是在齐国就有所不同 齐国一个大夫杀了君主 这个人叫什么 叫崔柱 崔柱杀了君主以后 太史氏看了现场以后 在竹简上写了崔柱士气军 乱臣贼子 我给你写下来 起码钉在你历史的耻辱度上 崔柱一看 当时看完了以后就把太史杀了 杀了以后 他弟弟 太史也是家族性的 他的职业 他弟弟看了这个现场以后 照样写崔柱士气军 又杀了 弟弟再来一个弟弟 再写又杀了 一共杀了三个人 杀了三个人以后 这个时候有个南史氏 前面是太史家戈儿三个 没了 南史氏在家里修竹姐 说你不杀人吗 我去了以后照写 崔柱手软了 所以最终催住士气军 所以催住士气军这点 在齐国还有些史官坚持着老的原则 所以春秋的历史发展不平衡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坦栏 鸾叔和中行眼 试杀了晋国君主 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 鸾叔和中行眼虽然有权势 但还不足以达到自己篡位当国君的底部 于是鸾叔和中行眼就找了一个晋国的公司继位 做了新的晋国国君 这就是晋道宫 那么晋道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对晋立宫被杀这件事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在晋国看到的一个霸主之国 他的社会发展迅猛在发展发展 就像了一种无是非状态发展 所以春秋社会要解体 就先在晋国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邦国 在他独特的这样历史背景下要解体了 维系社会有很多东西 其中有精神原则 任何社会成员对你的社会的基本精神原则 如果你拿着它当儿戏 这就是儒家所述的不成无误 什么叫不成无误 不许随地大小便 你看了这个原则以后 你就随地大小便 这个社会就肮脏不堪 一个社会的成员 什么叫文明 不遵循社会准则 这叫不文明 不单是随地土坛 随地大小便不文明 所有不遵循准则的东西都属于不文明现象 我们看到在晋国 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不文明情况 当然了我们这是在骂史官 骂这个史官是一帮吃谁向谁恨谁偷谁的一帮家伙 可就是晋国的君主 新继位的君主又如何呢 晋道公这个人非常有为 很聪明 他进入晋国什么情形下 是两个全臣把君主杀了 那么这个孙周当时多大年纪呢 就是这个晋国的君主叫周的多大年纪 十四岁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计岁数方式是喜欢计虚岁 实际上按周岁算可能就十三周岁 小孩子 十三周岁有些小孩子还尿抗 他来了 来了以后就跟这些大臣其中兰叔中夯也都在 就说了几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按照我的本来的想法 我没有想到我今天要做君主 这不是我原来想象的 那么我今天能做这个君主 这是天意 首先我大概是有天命的 然后就说君主是干什么的 君主是出令的 家有千百口主事在义人 一个国家要想健康昌盛 你的君权不利 你还说什么 君主是出令的 那么好 假如我出了令 君主出了令 要不从就不如没有君主 那么我今天要即位做这个君主 我就想问一问滚滚助攻 我说话算吗 如果我说话算 或者我说话不算 都在你们几位一句话 你们今天就应该给我表明态度 好厉害 十三周岁的小孩子这套话出了以后 这帮大臣一个个都觉得诧异 像鸾叔中行也 大概就要奔蹭出冷汗 所以这个君主很聪明 而且说他八年之中九和诸侯 按照文献讲 谁九和诸侯一框天下 是齐桓公 是管仲 但是在左传当中 史家就说他八年之中九和诸侯 说他三驾 而楚不能争 他出兵三次 驾着战车 楚国人就争不过他 很有作为的 在他执政这一段时间内 那些权臣们每个人都狩猎 而且互相谦让 任命官员的时候 大家还让闲 也就是遇到好的君主 明白的君主 做事通达的君主 人们总喜欢把自己光明的这一面 亮出来 所以人 中国人讲阴阳 人也是阴阳两面 好的政治 好的政治家在位 大家都想把光亮的这一面显出来 当然了 遇上相反的 那就把阴面都使出来了 所以人一方面是天使 一方面是魔鬼 好的政治就在于让天使的这一面尽量发挥 让魔鬼的这一面少发挥或者不发挥 就是这样一个君主 注意 他集了位以后 他很有作为 但是对禁立功被杀这件事情 一直到他死都没敢翻盘子翻案 为什么 这也是他的明白 他已经作为一个君主 你如果行的正 做的端 这些大臣们会听你的 所以外边争霸 跟楚国干 这些人大家都有好处 会跟着你走 假如你翻过头来 你要想收拾 收拾这些全臣 那这个情形就不同了 所以这个问题他没有解决 所以我们不能光说 使官们 吃谁向谁恨谁偷谁 就是这样一个 非常贤明的一代君主 道公 他也没敢翻这个案子 所以这就是 时事比人强 行事大过人 没办法 读书读到这个地方令人感慨 历史走到这一步了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春秋实际上 这就是到了向后期迅速的坠落 这样一个事件 那么这涉及到鸾氏跟中杭氏 他们的家族杀了君主 注意 虽然贤明如晋道公这样的君主 都不敢算他们的账 秋后不敢算 冬天也不敢算 早晚有人要算 可是将来那个算法都是出于私利 不是出于公利的算 那么鸾氏跟中杭氏氏君 它表明了一种社会问题的严重 那就是大家族势力 已经开始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 那么在这样一种作用下 春秋的历史又将向什么方向发展 我们下回再讲 谢谢大家 在春秋时期 为了争夺霸主之位 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 其中 晋国和楚国势力最为强盛 所以两国的争霸战争 打得也最为激烈 但争到最后 晋楚两个大国之间要停战 也就是要拟兵 那么晋楚两国 为什么要拟兵 拟兵又给中原诸侯 带来了什么结果呢